近日 洛杉矶圣盖博士与绞生基督健康中心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合作推动设立圣盖博谷地区疫苗接种中心的情况 洛杉矶郡长巴格以及当地的市长 副市长议员等民选官员出席了发布会 我们今天在这边帮居民打针 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是2月4号 到现在我们有打差不多超过一万个人 这都是大部分是老人啊 或者他们工作在学校 在我们的大华 在我们的餐馆 所以这就是说很多的人还是没有机会可以拿到一个appointment 这个clinic在圣盖博也有一些别的城市 就是帮助这些居民可以打针 目前 洛杉矶县已经进入了加州控制疫情系统的红色基层 对于商业的重新开放将进一步放宽 但是仍旧不能掉以轻心 特别是确保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种 对于应对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至关重要 加强提供疫苗接种 帮助社区居民保持自己的健康安全 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洛杉矶圣盖博士已经与年长者 非盈利机构 学区和商家等社区组织达成协议 克服疫苗短缺的困难 提供语言 技术和运输等方面的服务 确保符合资格的社区成员能够尽快的接种疫苗 洛杉矶郡长巴格表示 将设立更多的疫苗接种点 加快市民疫苗接种普及率